有民眾在跨年夜前往高雄大樹區的一處營區露營 沒有想到現場營地的空間疑似超收整個擠報 還讓人沒有辦法接受的是 一帳一個晚上要一千五百元的價格 不但水電提供不太穩定 在地面上還爬滿了紅螞蟻 根據了解 這一處露營區是沒有取得合法登記證 觀光局獲報之後請來稽查 也將會依照相關規定來辦理 人幾人整個營區擠到爆 跨年夜露營區秒變煙火觀賞區 露營客散客通通擠進來 民眾氣得PO往大抱怨 帳篷緊密相連 車子有地方停到沒地方 預測是流動的重點還沒水 大家只能前往本部幾億間 扯的是地面上還爬滿紅螞蟻 高雄大樹這處露營區 一帳一碗一千五的價格 控訴現場根本是廢墟 業者為了賺錢還不斷超收 本來賓主還要收人 都已經很緊 所以廢給我們的話 我們也不知道要去哪裡啊 還是硬著頭皮就殺下了 一家大小南下跨年 結果卻踩到雷 PO文一出網友紛紛調侃 真是百事急了吧 露營區瞬間被搞成難民區 一片島都覺得不合理 沒想到這當中 還掉出一堆苦術 其他地方螞蟻都很多 那些紅螞蟻全部都跑進去帳篷裡面 事前都有溝通 但實際道場卻完全不一樣 甚至民眾還懷疑 營區非法經營 面對質疑業者也坦承回應 民眾花了錢 受了欺疑 這下營區經營 鑽漏洞全都曝光 有沒有其他違法 恐怕還有得查 記得高雄走不走